我是今天的Hit DJ仔仔周渝铭 那现在呢介绍一首歌 唱片成绩好 仔仔周渝铭可是一点都不敢松懈 这一天感冒的他来到Hit FM 当DJ一连介绍了束手自己喜欢的歌曲 包括了最近很爱的铁竹汤 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误解他 可能会断瞻取一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不错的一首歌 我就觉得我如果都听得出来 那一般人应该也都听得出来 他们要表达出来的意义嘛 那所以我就自己想说要去买 诶 有人就剩我一张啊 怎么会这样啊 稍微表示要抓可米小子去咽尿之后 这次仔仔那句不必听 推荐师弟重新翻唱的红蜻蜓 不过感冒的他反而亏起了自己 那声音是超假的 然后他们在唱嘛 我就哇他们唱得真的好年轻 真的是那种年轻的那种声音 不加修饰的那种 就是那种频率是很很健康的 那我就想说我要模仿他们 就那个我那个公司的人就说 诶 他旁边就说 诶 你这个蜻蜓怎么像锤死的蜻蜓啊 我就说 诶 对 锤死的蜻蜓 蜻蜓点水 但不慎衰落水面 对啊 过年赚到四天假 对仔仔来说非常珍贵 不过还是被问到 是不是因为说了柴姐好坏的关系 我昨天还有碰到柴姐 柴姐本来一开始还在那边 诶 我们公司的那边讲说 诶 就讲这个笑话 他说 啊 那好好笑哦 然后还走 我想说 他应该不单一回事 诶 走的时候真的拍我背 我在做造型 在做新细的造型 然后拍我背 像是不要再说柴姐坏了 哈哈哈 我们为了节目 对 我才去这样写 然后想说制造一点效果 当然其实 诶 有帮那个节目打到 诶 不错啦 我就觉得有成功啦 其实我们那天还蛮开心的 有了新闻 林恩城 王伟健采访 报道 还真是 感谢观看